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见一只怪鹊从南方飞来 翅膀张开 有七尺 眼睛直径有一寸 他擦过庄子的额头 停在了历临中 庄子说这什么鸟啊 翅膀大 却飞不远 眼睛大 却看不清楚你想要撞我的额头吗 于是提起衣裳快步走过去 手里拎着弹弓 守候在一旁 这时候他就看到不远处有一只蝉正舒服的在树荫下乘凉的 而树叶当中有只螳螂隐蔽在里面 准备捕捉蝉 可是此时啊 庄子看到那只怪鹊的眼睛正盯住螳螂就要下嘴了 这就是大家熟悉的螳螂捕蝉 黄鹊在后的故事 庄子看到此情此景 后来有没有打杀这只怪鹊啊 今天呢 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傅佩荣教授 教授您好 金波您好 傅佩荣 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 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 著有哲学与人生 活出自己的智慧等近百主书 其学说深受各方关注与青睐 可能大家都没想到我突然间问题一转 转到庄子有没有把这个鹊打下来 因为庄子很穷 他心里想说出门去外面游玩带个弹弓 看到这样的鸟非打不可 打了之后回家加菜 对 一道野味 对 那么他到底有没有打呢 显然是没有 庄子非常聪明 他立刻就想到说那个蚕 后面有螳螂 螳螂后面有一鹊 就是怪鹊 底下有我准备射它 那我后面呢 我后面没准还有人拿弓箭那对着我呢 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啊 他能够从这个一环扣一环 想到说我后面说明有人在准备对付我 谁呢 守员的人 守员的人就想说这恐怕是小偷吧 庄子想到这一点了 弹弓都扔一下就跑掉了 吃饭的家伙都不要了 显然庄子比怪鹊和螳螂都聪明 意识到有守员人要来抓他 当然没有被抓住啊 嗯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利与意的问题 这个故事当中能够让我们看到的是不是我们每一个列曲的对象都是代表的利呢 您说的没错 利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非常现实的 但是在讲之前呢我们依然还是想请您明确一下 庄子所说的这个利它的含义是什么 这个利啊 当然是对自己来说我可以有各种身体健康各种方便的地方 所以这个利这个字啊一向是一个人呢很自然的要求 我相信的逐利呢应该是没什么不对的 那么问题在于说当你有一种图谋的时候 嗯 你以为自己很聪明 嗯 你公妈正好忘记了自己的处境 这个利经常会带来各种危险 嗯 各种后遗症 嗯 但是现代人讲风险叫做风险越大 可能得到的利就越大 嗯 风险大到什么样的程度要思考一下 嗯 在庄子里面有个故事 嗯 他说 如果你用瓦片跟别人赌博 嗯 因为瓦片不值钱嘛 对 哎呀那是挥洒自如啊 聪明才智显露得非常好 对 但是如果你用盖钩做赌注 嗯 盖钩我们谈过 很贵重的 对 就开始觉得头昏脑胀了 因为这一输啊 恐怕就家产去了一半了 嗯 如果你用黄金做赌注的话呢 心里面就恐惧不安了 嗯 快吓死了 这个风险是相对于你的资产条件而定的 我在能够输了几个范围之内 嗯 我来做一点冒险可以 对 那如果超过这个范围 嗯 那就最好避免 喝 可是有一点人很难克服的 那就是欲望 看到别人 凭什么你的房子比我大 凭什么你的车子比我好 凭什么你在这方面那方面的条件要比我好呢 于是他就朝着他的目标改善自己的生活去努力拼命去想办法获利 这不正是推动社会的动力吗 我们能否定这一点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把庄子前面说的故事再把它结尾部分说一下 嗯 庄子从立元回家之后 嗯 三天都不开心 嗯 他的学生就问他了 这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学生呢 叫做令写 嗯 庄子书里面只有这个学生写的名字 对 那么学生问他老师为什么不开心呢 嗯 他就说我看多了着水 反而忘记了清水 嗯 就是我本来是很单纯的 嗯 因为有各种利益的纠葛在脑袋里面 嗯 变成非常的复杂了 然后呢 我今天有这样的遭遇 让别人在背后追着我骂 嗯 这其实我所要的 所以庄子对于自己的遭遇啊 心里面始终还是不太平衡啊 其实我们刚刚讲了半天说 别人如何 我要跟他一样吗 嗯 都是意味着 如果我跟他一样 我比较快乐 嗯 但事实上你真的跟他一样之后就会发现 不见得比较快乐 也许你付出的代价 远超过你所得到的快乐 所以我们刚才谈了这么多的利啊 我觉得最后可能总结出这么一点来 就是说 利的背后有风险 但是如果你的资本足以应付这个风险 那这个逐利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而且在不丧失本贞 头脑还清醒的情况下 可是啊 您要看看现在 有很多的人采取一些啊 所谓非法的 违规的一些方式来逐利 所以这里面呢 可能就要谈到我们的第二个层次了 这就叫义 对不对 是的 义就是正当性 就是你是否守法 是否合乎礼 礼节 礼貌的要求 嗯 就要像在儒家里面 嗯 孔子说 建立要施义 看到好处就要想该不该得 嗯 啊 最怕你是建立忘义 对 所以有道是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在儒家的观念当中 这个义做何解 在儒家里面讲义 常常前面讲仁 人跟义 对 仁义的这种讨论呢 在孟子里面最多 嗯 孟子会强调什么 他说仁义都是由内在真诚发出来的力量 嗯 让我自己去做该做的事 人从孝顺父母亲开始对别人好 义呢 从尊敬长辈开始遵守规范 嗯 等于是仁跟义啊 有它不同的这个内容 但是呢 都来自于真诚的心 但是后代不一样 嗯 后代呢就把这个仁义当作一种口号 对 庄子里面一再批评儒家的地方就在这里 嗯 他说你偷一个代沟 杀了 对 你偷这个国家 当诸侯了 诸侯的门前 很多人呢 就称在你有仁义啊 为什么 你当诸侯之后可以封官呢 哎 你当诸侯之后可以封官呢 你不管怎么得到国家我不管啊 嗯 你当了诸侯 你让我当官 当然说你有仁义啊 对 那么庄子本人就义这个词 他又是如何看待的 他把义当作天下大戒律 嗯 我们以前谈到孝顺的时候提过两大戒律 第一个是命 第二是义 对 庄子人世间一篇中写道 子女和父母关系叫做命 君臣关系叫做义 这都是人类社会中无法避开的限制 卢家跟道家的义啊 差别在什么地方呢 嗯 举个例子 嗯 庄子有一次到了鲁国 去见鲁国的国君 国君就说 我们都是儒家的信徒 所以满街都是穿儒服的 庄子说 鲁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儒者 嗯 结果这个鲁军很生气啊 庄子说好 那你现在出一个题目来 我们来打个赌吧 你说贴出公告 凡是不懂儒家道理 穿儒服的 一律杀 呦 公告贴了五天之后 满街没有人穿儒服了 嗯 结果只有一个人穿儒服 为什么 儒服有个特色 帽子上面是圆顶 鞋子是方的 对 天圆地方 嗯 所以戴圆形帽子的董天文 穿方形鞋子的董地理 一个 身上配的是五彩诗带 所细的一块欲绝 嗯 欲绝代表能够决断 嗯 有任何事情发生 我知道该怎么判断 对 这都是外在的装饰品 嗯 天下人都可以买来穿 嗯 但是有几个人真正懂这些 真材实学 嗯 全儒国只有一个 所以庄子从这个故事里面 就提醒我们说 你看 你这些儒家一讲这种仁义啊 通通变口号 通变教条跟形式 而我们宁可强调真实的部分 所以道家的意义呢是 回到人的真实的层面 做我一个人该做的事 而不像儒家 设了许多外在的标准 嗯 跟规范 嗯 所以这是他们两家最大的不同 其实人们只要按照原本的德行去做事 就可以了 不用为了这个意 而做出一副啊 特别仁义的样子 所以像这个就说明在庄子里面的批判啊 对于仁义他是很担心 他不是反对仁义 嗯 他是担心说仁义被利用 嗯 也许庄子担心 有些人会变得虚伪 那么同样带真字的 还有一个真小人 真小人好吗 有人就说 真小人比伪君子可爱 您怎么看 真小人有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把真小人当作一个优点 或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情况的话 请问谁不会当真小人 嗯 脸一扯破 都是真小人啊 对不对 见利妄议 谁不会呢 嗯 所以基本上你说 真小人说 哎 至少他没有伪装啊 但是他没有伪装 但他表现出是人的劣根性这一面啊 嗯 那这个不伪装的话 变成赤裸裸的 飞行走兽一样的 嗯 那你说他好吧 听不完的故事 说不完的历史 看不完的细节 学不完的文化 走进文化中国 其实在我们这个系列的一开始啊 您就给我们讲过 庄子认为呢 人要想活得自在 那就应该突破四个限制 那就是空间 时间 生死 和毅力 哎 到这儿 我们今天既然已经把利和义都讲完了 您说这个义和利 为什么会成为一种限制 那么又该如何去突破 义代表规范 力代表好处 嗯 人活在社会上 总是有各种竞争的关系嘛 嗯 每一个人都希望透过某种努力得到一些好的结果 这叫做利 嗯 但是呢 如果没有规范的话 那不得了 有些人很能干的很有本事的 把利都占有的话怎么办呢 嗯 对很多弱势人就不太公平了 就这时候就要有规范 用法律规章来限制你 嗯 所以 这个法律规章就比较偏向义这方面 你应该怎么样 对 所以义跟利是人的社会啊 所展现出来一种特色 嗯 庄子认为 如果你陷入这个社会里面的要求的话呢 你的生命就很难自由自在了 嗯 所以呢 小人他追求利益 君子啊 我们自身为君子的人啊 追求道义 嗯 庄子认为都不好 为什么都不好呢 他可能让你为了这些利跟利啊 而放弃自己性命的真实情况 嗯 性就是本性 命就是命运 嗯 每个人都有本性跟命运 他真实的情况呢 你如果说因为外在的利跟利 而忽略或放弃的话呢 这是得不偿失 嗯 那么庄子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 能够来说明这一点的呢 有的 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刮脚之争 嗯 他说魏国跟齐国签了约 齐侯后来就违约了 嗯 魏国的国 国军啊 非常生气 嗯 他第一个想到派人暗杀 这个齐军 嗯 结果公孙颜是大将军 说大王 我觉得你这样做太可耻了 你如果要对付他 让我带兵二十万 嗯 保证把他打到落花流水 哦 让他这个去后悔吧 对 结果讲完毕之后呢 第二位叫季子 第一个主战派 第二个组合派 嗯 说我觉得打仗太可耻了 我们有七年没有战争了 嗯 你现在打仗不是前空尽弃吗 哦 所以呢 让我们去跟他讲和 嗯 对 第三个人上来了 叫做华子 嗯 他说 主张打仗的是制造是非捣乱的人 主张讲和的也是制造是非捣乱的人 哦 主张他们两个是捣乱的人的 我也是捣乱的人 嗯 那这意思 我们三个人全是捣乱的人 对呀 这个说法很有意思 华王就问他 嗯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对 他说你顺着自己生命的真实情况去做就对了 这个一个国君怎么听得懂这种话呢 什么叫做顺着生命的真实情况呢 他还在觉得该怎么办才好 好 慧师来了 哎 慧师就是他的宰相了 嗯 哎 直到之后慧师说 我替你介绍一个人 嗯 这个人叫做戴晋仁 嗯 请他来跟华王开导开导 对 戴晋仁这个名字 听得很怪的 嗯 好像不应该是信戴啊 所以后世有人呢就认为这也许是有什么密语在里面 戴戴为晋剑的人 是您说的没错 嗯 我猜戴晋仁应该是庄子的笔名 嗯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这里把故事先岔开 对 说另外一段有趣的是 对 慧师在卫国当宰相 嗯 听到庄子要来找他 嗯 本来很高兴的 对 但他底下几个人说 哎 小心啊 庄子的才华比你高几倍 嗯 你必须知道啊 对 他来的话 他当宰相你怎么办呢 嗯 那我们通通失业了 对 慧师紧张了 那个发出通告 贴出这个画像 全国追捕庄子 嗯 庄子何成受过这种侮辱 对 直接去到向国府 找这个慧师 嗯 见面不说别的 先说预言 哎 南方有个鸟 叫做鸟雏 对 往北方飞 这只鸟飞的时候呢 不是梧桐树 不停下来栖息 对 不是竹子结的果实 不停下来吃 不是甘美的泉水 不停下来喝 嗯 这个时候底下一只猫头鹰 嗯 遭到腐烂的老鼠 嗯 看到鸟雏大鸟飞过去啊 大叫一声 呵 然后庄子说 你想用你的魏国来吓我吗 哈哈哈哈 换句话说 对 你宰相对我来说 对 腐烂的老鼠 对 所以慧师这样才放心啊 对 放心的时候呢 正好国君有问题想不开 嗯 才跟庄子说你用笔名吧 嗯 叫做戴晋仁 好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明白了 这个戴晋仁 基本上可以被我们认为是庄子 我们还得回到那个窝脚之争的故事当中来 这戴晋仁啊 一见到这个君王起了什么作用 他就跟他说了 嗯 有一个是蜗牛 嗯 头上两只脚 嗯 一边叫做处士 一边叫蛮士 等于是两个部落 对 这两个部落打仗啊 杀来杀去啊 一打打十几天啊 呵呵 但是请问 你再怎么打仗 也不过是站到蜗牛脚上的一个脚而已 对 那你有什么好争的呢 嗯 这个国君听了之后说 你跟我开玩笑吧 你在讲什么我听不懂 嗯 他说那请问 天地四方有边界吗 没有边界吧 天地四方那么大 对 其实是无穷的 那么请问 在你这个魏国很小吧 很小 魏国的首都是大梁 那么更小吧 嗯 大梁里面有一个你 嗯 是我们的魏王 更小吧 嗯 那请问 你跟别人争 从天地整个宇宙看起来 那不是跟蜗牛脚 一样小的地方吗 嗯 何必争呢 嗯 结果魏王听了之后就释怀了 啊 释怀之后就很开心 嗯 然后他就把会师找来 因为会师推荐有功啊 对 找来说 哎 这个人真了不起啊 应该比姚顺这些都厉害吧 嗯 结果 会师怎么说呢 嗯 和姚顺算什么 呵 啊 这个 待见人的功力啊 比他们还高了不知道多少倍 呵呵 所以这个会师自从跟庄子知道说 他不是抢他的宰相之后呢 什么都好谈了 是 如果戴静人真是庄子的话 他会师的态度倒很有意思了 我们庄子的故事当中 经常看到会师跟庄子在那辩论了 辩子不可开交 现在吹捧起来 这个庄子那也是不遗余力 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 如果放到我们今天的一语力当中的话 他能够说明点什么 他的意思也是说 这个力啊 是一个有形可见的土地之争 但是呢 你从整个宇宙来看 这个力算什么呢 那你应该顺着自己的生命的自然的要求 让自己活得开心一点 因为你开始烦恼 将军献策要打仗 外交官就说要讲和 然后第三个人就说 我们都要打乱 嗯 最后的话不是天下大乱吗 所以天下本无事 庸人至哪知 从这边就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这里面包含一个信息 就是遇事不争的问题 我觉得老子当中有一句话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 庄子是不是想说明这个道理 可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你说面对很多利益的话 我们能不争吗 在这个时候你就要看呢 我们比较喜欢这个社会上啊 有明确的规范 嗯 比如说我是老板 就订了讲诚办法 对 你达到什么样的功劳 就有什么样的奖励办法 嗯 否则就相对的 这样一来的话 每个人都知道说 你在往哪里走 你大概会有什么样的待遇 而不要经常随着老板的心意啊 大家去猜测 这样一来的话 恐怕整个公司也很难有向心力 嗯 所以呢 在人的社会就照人的社会规矩来 庄子绝对没有反对 嗯 人为的社会 对 他希望说 这个社会啊 我是外化 我在外面跟别人化成一体 嗯 让别人都不要觉得 我庄子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这是他的原则 所以我们也相信说 庄子对于这些毅力之变啊 他的目的是要你保存你内心里面 属于真实自我的这一点 嗯 有这一点不能保存的话呢 等于是你得到了 也比不上你所损失的部分 嗯 那么最后您能不能给我们明确一下 在庄子看来 这个义与力之间该如何取舍 地球的另一端近在眼前 美好并非只有一个答案 这里通往梦想 通往未来 世国管管空 亚诗兰黛 传世精华 二十五年DNA探索 浓浓精华持续修护 激活肌肤年轻奥秘 全新精华眼霜 亚诗兰黛 菲利浦森搜索探索 震锋三滴电穴刀 继续面面剧刀 胡须无暇借劲 全新 保洁公司魅力呈现 唐梅尔银居法国调香灵感 带来香风沐浴体验 惊喜体验价只需十块九 保洁公司 空气好清新啊 我家也能用吗 用多乐式竹炭清新鞠墙面漆 竹炭凝则 有效净化甲醛和粉 让清新空气快快到家 多乐式竹炭清新鞠墙面漆 很快就要决赛了 笑容就是你独特的美 佳节式静爽清新炫白 可美白曲子 让笑容炫白出众 炫白笑容就是我的独特之美 佳节式炫白挑战版 台湾著名学者傅佩龙教授 和文化风格讲述人金波 正在为您讲述 人生困惑困专属 现在我们很多人可能出现的是见利忘义 也可能出现有些人是舍身取义 庄子怎么看 在这个地方就可以说 你要见到利是小利还是大利 大的意义就是说能够顺其自然 就是你本来就没有必要分谁是义谁是不义 你超越这个区分之上 就可以让自己顺着本来正常的情况去做 你一分说谁义谁不太义 谁很不义 这一来的话就变成是标准谁定呢 为什么这样定 所以我们前面才提到说 诸侯之门有很多仁义 那恐怕都是因事利倒 不见得真的是义 所以庄子的义是大的义 大的义是符合天理自然的规则 你照它去做就可以了 至于义的话也是一样 小的义是自我中心的 大的义是不以自我做中心 把所有万物的本身的存在的条件都加以尊重 这才是对万物最好的一个方法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就在义的层面上面 庄子就认为你只要正常的走就可以了 不要去想义和不义 那么在义的方面 看来你也不要总是患得患失 对不对 你只要按照当前正常的一种渠道去获取就可以了 我想您刚刚说的是非常正确了 也就正好因为这样子 它才有可能达到逍遥 它的逍遥并不是说什么都不管 也不是不负责任的逃避心态 而是一种能够看到各种条件配合好了 它怎么样做 可以让自己的生命很安定 很长期的维持一种状态 而不要受太多干扰 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 其实归纳总结一下 庄子所推崇的义和力 其实就是大义和大力 如果真正我们具备了大义和大力的话 那么得失也好 欲望也好 都会变得非常的简单 也许我们就会少犯错误 少痛苦 好了 今天非常的感谢您 谢谢 谢谢 其实人意及财货之间的差别是因为世俗的观念而产生的 如果一旦陷入两者的悖论中 那你肯定是苦不堪言的 在庄子看来 遇到困惑 就请遵循我们真实的内心 问问自己到底需要什么 不要患得患失也不要假仁假义 还是那句老话 知足者 常乐 咱们下次再说 再见 为什么这么多人对名趋之若鹜 有人说了 纯粹是儒家 应该叫人道丘 因为你欺世道名 这个说法可严重了 他有两个字叫贱儒 A贱的贱 为什么说儒贱呢 人生困惑 咱们继续来问庄子 贱儒贱的贱 贱儒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